感謝千父令我們學校全契58周年 在這裡感謝千父 帶領千父在過去58年 帶領我們學校各項的全契 今天我們這個禮儀 也是用聖靈降臨日提詞的禮儀 因為明天教會定為聖靈降臨日 我們剛剛聽到我們的會務 曾穆仙導出福音的經過 說到二千年至聖靈降臨 在當時的門徒身上激勵他們 能夠成為基督的身體 即是教會 聖靈降臨日也是我們教會的生日 他們覺得非常開心 是高興的事 我們剛剛聽到二段經過 和聖靈降臨書 我們看到聖靈的工作非常奇妙 是改變了門徒 使他們能夠成為一個 是滿有能力去侍奉主的一個問題 但是這個《聖靈光臨1》 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 是有兩個很重要的功課 是要你和我去學習的 所以今天我想在這裏 我們每年都慶祝這個聖靈光臨人 究竟這個很重要的日子 對我們有什麼感動呢 第一個給我們很重要學習的功課 就是讓我們能夠明白 究竟聖靈是誰 以及他的工作是什麼 第二就是聖靈光臨人 也教導你和我 提醒我們要做什麼 第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聖靈是誰 做什麼呢 這個其實不容易去答 因為有些人說 除非我們先了解聖靈是誰 否則我們就不容易去 了解聖父和聖子 這個人說的有些道理 因為對我們很多基督徒來說 我們很容易相信 上帝是永遠存在全能的創造主 我們也很容易去接答 耶穌基督是一個完全的人 也是一個完全的神 是上帝的道士 但是一提到聖靈 那時候被人馬上覺得有困難 那聖靈是誰呢 那聖靈是誰呢 但是呢 幸好我們有幾方面 都幫助我們 去解解一下究竟聖靈是誰 我們讀的聖靈 聖靈的聖靈 聖靈的聖靈 或者是司徒聖靈 都很容易去解答 很簡單幫助我們明白 我們敬拜的上帝 我們今天坐在這間更美的座堂 我們敬拜的上帝 是身為三為一體的上帝 他是聖父、聖子、聖靈的上帝 聖靈告訴我們 聖父是創造的 令宇宙辦法去創造 聖子是救出我們的 那聖靈是做甚麼呢 用聖靈的聖靈說 聖靈是一個激發我們 強化我們 聖化我們 安慰我們的神 所以這個很簡單地說了 聖靈是一個強化者 是一個聖化者 是一個安慰者 那第二呢 也幫助我們明白 究竟聖靈是誰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聽到 今天兩段的經課 特別聖靈降臨在門徒身上 建立教會 我們看到聖靈的作為 大家我們都知道 當日這些門徒領受聖靈的時候 他們聖靈降臨在他們那裏 就不像世蚊仔生日那樣 有禮物 你留意聖靈沒有說到 聖靈帶些東西給他們的 沒有帶禮物給他們的 甚麼都沒有給他們的 亦都沒有帶一些他們已經有的 聖靈沒有說過 聖靈就說他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令他們能夠說出別國的說話出來 沒有送禮物給他們的 這個呢 很清楚讓我們看到 這個聖靈的工作是很奇 很模糊 即是好像春天 大家知道我們剛剛 香港這麼快過了春天 但在春天那裏 我們知道春天霧帶給植物 或者樹木甚麼 是吧 春天霧 他知道春天有陽光 有雨水 但是他沒有特別給樹木 但是呢 春天是把那些草已經存在 樹木 那些花生的 生命裏面的東西 強化它 那些樹自然的 很奇怪 很奇怪 聖靈都是 所以我們要明白聖靈是甚麼呢 就是 你看到他沒有帶甚麼給那張門徒 但是呢 聖靈降臨在那張門徒 就是喚醒了那些門徒 已經在他們生命裏面 上帝給了他們的恩事 即是你和我 上帝給了很多恩事在我們 但是我們可能是 收藏起來 無理會 我記得我很年輕的時候 看過文書叫做 Uncover the Gifts Uncover 即是重新再發掘那些的恩事 其實我們根本有的恩事 但是他們可能不知道 或者我們沒有理會 收藏起來 所以聖靈降臨在那些門徒 就是喚醒他們 將他們 上帝給了他生命裏面的恩事 是喚出來 所以 因為這樣 結果是令人讚嘆的 這班 大家知道 這班 大家知道 這些幾個門徒 其實當時 是很著述 因為 蘇姨都死了 又怕那些陰派人 抓他們 其實每天都擔驚受害 無法 都沒有任何方法 都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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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怎麼辦 完全是一個非常之 是痛苦 充滿這個 好沮喪 打鏡受害 這個情況 但是 突然間 因為這個聲明 是降臨在他們 將他們已經 已經在生命中有的因事發掘出來 看他們現在是充滿了生意 能夠有膽識 能夠說話能力地宣告上帝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聖靈的作為 是很奇妙的 但還有說 聖靈的作為不是大動作 有些活動像大動風一樣 有很多事情做 例如我們有些禮拜堂主任 有很多事情做 不斷製造成熟擺 有很多事情 但聖靈的工作很細微 從細微的開始 大家知道當時的活動 窮到色情 什麼都沒有 有沒有錢 有沒有財產 只有幾個人 但是聖靈就是在這些 各小的事上 是有作為的 大家知道當時 聖靈說這班門徒 還沒有在房間裡 我們叫Ultown room 可能在樓上 在房間也躲起來 不敢出來 在房間裡人數又不多 大家都認識了 但是 但是 就是在一個這麼簡單 這麼 這麼 卑微的 情況之下 聖靈就開始 這個更大的工作 就是 教會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誕生的 你想想 很期待當時 公共卑微 但是 到今天大家知道 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 現在 估計 全世界有二十幾 基督徒 而我們聖靈會 全球的聖靈會 大概八千萬 我們八千萬 我們不是最大的 最大的教會 當然是 羅馬鐵主教會 另外其他公正教會 我們不是很大 我們八千幾萬 但是我們八千幾萬 在165個國家都有聖靈會 現在全世界 任何國內都有教會 你說聖靈的能力 很奇怪 從一些這麼小的 只有幾個人 怕到死的幾個人 來創立一個教會 到今天 二千年後 全世界二十幾億人 發佈 你們 你們和我在這個 在香港 在我們聖工會 在這間聖坊裡 送快送快 所以你看到 聖靈的工作 還有 聖靈的工作 除了它是從小小的開展之外 而聖靈所賜給人的恩賜 都多於八千萬 是單一 所以 它對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恩賜 目的就是要建立 耶穌基督的身體 就是要建立教 所以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我們和其他教會 在我們聖工會 我們有神經人 有牧師 有主教 有牧師 有陪利 有信徒 還有在禮拜頭裡面 有靈利 有幹事 在學校裡面 有這些 這些幹事的同工 職餘 這些是我們做的 這些是一生命的恩賜 給我們個人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恩賜 那些職份是不同 雖然不同 有些做牧師 有些做信徒 有些做幹事 沒有問題 那個職份是沒有分 能夠高低 輕重 而最重要 能夠盡了那個本分 就能夠建立教會 你能夠寫到學校 是能夠順利的圍俗 這個就是聖靈 是很重要的 我告訴你 我在聖職裡面 四十幾年 我最好的同工 就是牧師 我最好的同工 是安士 在這座座有些 雖然說 我 或者我 一會兒說 你哪是 但我告訴你 有很多 同事 很多 幹事 認識了很多年 他都說 不只是聖堂 學校的 那些 書記人 我都很熟 因為 他們 土中生 在個禮拜頭 在學校工作 幫助牧師 非常之大 起碼幫助我 很多的提示 提面 所以我經常都說 牧師 還有 教友 不是幹事的老闆 沒有人的老闆 全部都是同工 只不過他積分不同 所以我很多謝你們 我退了很多年 今天還給個宣會 來見一下你們 很多 相識了很久 共識了很久 現在都變成好朋友 非常地開心 因為 其實教會有今日 我們很多學校有今日 都是因為你們的付出 你們的新路 所以 好俗聲明就說 教會是一個家 在這個家裏面 有不同的職份 無份高低 無份尊卑 全部都是同工 因為這樣博進奇跡 就使得我們能夠 將教會能夠不斷地發展 將福音全開 第二 今天 這個聖靈狂樂日 提醒我們 剛才告訴我們 聖靈的工作 第二 教導你和我 第二個功課很重要 就是聖靈今天叫我們做些什麼 我們不只是在這裏 崇拜感謝上帝 帶來我們58年 而是 你和我 聖靈都是有一個的 使命 要我們去做 不講爭鬥的說話 講合音 不講分別的說話 講愛心 不講爭鬥的說話 但這一種說話 這個是聖靈的我們說 是聖靈的說話 這個說話其實應該是教會 更是你和我要講的說話 這種是聖靈講的 告訴我們 重新以為我一種 但是聖靈也都告訴我們 不只是要我們講這種話 講的部門會講的 就是要將我們講的這一種話 在上身裏面走出來 但是我們知道 要走出來是不容易 正所謂的意義廣衡 但是我們可以 從小小慢慢慢慢走 我們不會一下子 就馬上講到 我講到這種新的話 到前面 我告訴他們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日文 所以現在我 我就希望人家在網上教了我 是唐人文 我都學一兩個日文字 從小開始 我學了一個禮拜 都知道很多字 從小開始 我告訴你 有個故事 在1930年 就有一個年輕的旅行家 他就去到法國 阿爾比斯山的旅行 這個年輕人去到 阿爾比斯山 他就當時看到 那個地方一片風 全草不生 一些靚都沒有 沒有 沒有由他去 所以他覺得很失望 那些人家 他們看到很遠 有一個老人家 那個老人家 伏低的身 因為他的背部 背著 背著一袋的蟲果 他的蟲果 而他的手 就拿著一把 那四隻長的鐵筆 就看到這個老人家 用一隻鐵筆 就在地上畫一個洞 然後又放一個蟲果 那這個年輕人 一走過去 跟這個老人家聊天 這個老人家 就告訴這個女人家 他說 我在這個省頭 大大八八 就中了十幾萬個蟲果 但是我想 只有十分之一 才會發白生長 那老人家說 我太太和兒子都死了 所以我沒有什麼做 所以我做這件事 來打發時間 他說 因為我希望 在學有新一年 有新的年人 希望能夠做一些 對社會對人的影響 所以他不會有 一隻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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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他一到那個地方 他不敢相信 他眼前所看到的情景 因為整個地區 變成了 大概有兩厘寬 到五厘長的 很大的森林 廟宇 廟宇發香 生氣活本 這位旅行家 都很記得 25年前 他第一次來的時候 那個情景 和現在他所見的 簡直是兩人的世界 為什麼會變成兩個世界 完全是因為有人 很微笑的關係 和雅多很小的行動 聖靈江南日 扶照你和我 要我們 將我們所信的道 扶諸行動 從小的善為始 我們就好像 那位老人家 背在背上 你的從我 是什麼呢 就是你和我洗禮的時候 我們按手的時候 我們很大聲的英女 我們的英女 就像那些人結婚 在穆斯面前 在新娘 那些英女 婚禮完就不記得了 現在聖靈就告訴我 你洗完禮 你愛完手 你那些英女 你要走出來 要在日常生活 旅行 我們 大家知道 我們很多人都覺得 我們做幹事 不是很重要的地位 不是很高 人工又很少 做的事就很十歲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無論你的工作 大於是 你忠實去行的時候 就必定有很大的效果 我告訴你 這個效果 是很精華 好像聖靈在這些 身上所做的 也都好像這個老人家 所做的 那些活動 所以 你和我 不需要追求 有些什麼大的作為 但是 小小的行動 就足以 有改變 對嗎